在吉尔吉斯斯坦亚洲杯23人大名单中,有多达7名海归球人,尽管这些球员效力的都是德国、波兰、东南亚等国的低级别连赛, 但这只神秘之师,没准会在首战给中国队带来考验,比如,他们的箭头人物,维塔第一卢克斯维塔拉X,虽然是在德国第四级别球队效力,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场面杀手,本赛记得德国杯首轮他的进球,帮助乌尔姆2比1,绝杀未免冠军法兰克福,1989年2月, 卢克斯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卡拉巴尔塔,在前苏联时期,有大量中亚德意志移民的后裔,居住在这座城市卢克斯一家人是其中之一, 除此之外,他的县国家队队友维克托迈尔,以及曾两次代表德国国家队出战的罗曼诺伊斯泰特的父亲,彼得诺伊斯泰特,都来自卡拉巴尔塔, 80年代末90年代,出国林墙倒他苏联解体,重新统一的德国,修改了国籍法允许德国后裔重返德国定居, 德国方面对他们的定义并非移民而是规桥,根据1993年的数据显示,在吉尔吉斯斯坦生活的德国后裔中,有85%选择了移民, 卢克斯一家人也是在那段时期,到了德国于是卢克斯小时候,在德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, 他最初在巴伐利亚州的维森霍恩效力,后来加入了乌尔姆2009-10赛季, 他来了德国第五级别的坦能豪森,之后,在2011年到2014年期间, 他效力于伊勒蒂森参加巴伐利亚州地区联赛,以及德国第五级别联赛, 69场比赛,踢了31个球,值得一提的是,2013年9月, 卢克斯在伊勒蒂森与拜仁二队打进一球,送给对手赛季首败, 那场比赛拜仁方面派出了米切尔·贝泽尔,献效力波林赫塔, 亚历山德罗绍普夫,献效力沙尔克林斯, 托里亚斯十位英施泰格等球员,随后,他短暂效力过卡尔·蔡斯耶兰和纽伦堡二队, 在2015年,效力纽伦堡二队期间,他入选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队, 2015年6月,卢克斯在吉尔吉斯斯坦对着孟加拉国的比赛中首次亮相, 至今,代表国家队踢了17场比赛,打进4球, 不过为吉尔吉斯斯坦效力需要长途旅行和比赛, 因为对手不仅有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, 还有像中国澳门这样的弹丸之地,成为国脚并没有让卢克斯成为国内的大明星, 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队出战的球员只能拿到基本工资, 国家队会承担我们的机票、酒店和餐馨, 如果赢球有时还会得到奖金, 但你无法指望这笔钱糊口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试享受过程, 卢克斯在2018年6月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, 说由于在低级别联赛收入有限, 所以卢克斯平时除了踢球外, 还做做进出口贸易的小生意, 2016年卢克斯转会到温特哈星正式在这里, 卢克斯逐渐踢出了名堂, 而且经常能在关键战进球2016-17赛季出期, 他在德国被首轮对阵美音词的比赛, 打进斑平进球双方, 以3比3的比分进入点球大战, 可惜最终没能创造奇迹纳的赛季联赛, 倒数第五轮卢克斯, 替补上阵打进制胜进球, 帮助温特哈星提前拿到巴伐利亚州地区联赛冠军, 然而在温特哈星升上德秉第三级别后, 卢克斯却丧失了位置, 由于竞争主力前锋失败, 他决定在2018年夏天回到他效力过的乌尔姆在那里, 他又一次成为了英雄, 最高光的时刻, 就是本文出提到的德国杯一战, 面对卫冕冠军法兰克福, 卢克斯在比赛第75分钟, 打进本队第二球尽管法兰克福在91分钟搬回一城, 但最终以一比二做敌乌尔姆法兰克福, 也成为了近22年来, 首支在德国杯首轮出局的卫冕冠军, 在回忆起那个进球时, 卢克斯说道, 确实很神奇每当我想起来, 都会起鸡皮疙瘩, 那肯定是我职业生涯最美妙的一天, 不过在德国杯首轮进球后, 卢克斯在俊乐部17场比赛, 只有一球一助攻入战。